走 这么晚了 何人喧哗 倩儿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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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回了 倩儿小姐 倩儿 王妃 王妃 徐姑姑 王妃 出大事情了 王妃 快去看看吧 倩儿小姐跳水自尽了 好 快去 乖了 怎么没人开门啊 就算豫章王和王妃都睡了 这 这门房也没有人啊 救上来了 救上来了 这么冷的水 好 看看 小一夫 倩儿小姐 倩儿小姐 倩儿你没事吧 你快让母亲看看 你没事吧 母亲 究竟有什么天大的事 让你想不开啊 倩儿舍下母亲而去 夫人 我不想活了 我可怜的孩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夫人 方才我听到小雪 哭喊着跑出去 他王妃不想活了 然后他就跳水了 不可能 就绝对不可能啊 是真的夫人 不止我一人 他们都听到了 倩儿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啊 天大的事情也有母亲呢 还有王妃 太后皇帝为你做主呢 王妃来了 王妃到 王妃 你可是皇帝清典的和亲公主啊 豫章王是你的姐夫 她怎么能这样呢 造孽呀 王妃 先生 王妃 倩儿小姐的片面之词 不可见性 总得问过大王才是 徐姑姑说得对 这绝不是大王的所作所为 贱婢 难道不是 你记恨 今天倩儿要给你一巴掌 你竟在死落井下石 我告诉你 倩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让你一起陪葬 是是 这还不够丢人现眼吗 王妃 你可听见了 倩儿早此不信 这贱婢 她敢污蔑倩儿 难不成倩儿 自毁清白 再赃大王 我 够了 所有人 现在立即回府 倩儿 你回去换件衣服